首先我们觉得要坚持服药 就是如果它是假减的病人 还是假抗的病人 那么该用什么药物 我们都要它坚持服用 一般的人认为 这个是要三分毒 我这个对孩子可能会有不良的影响 所以就不敢去服用了 实际上这是不对的 因为我们觉得在这些药物 只要在医生的指导下 特别有假乐这些药物 它实际上是没有什么 对胎儿没有什么不良的影响 对于假减的患者的话 服用它对胎儿和对母体 都是有好处的 所以就是要找到一个 合适的剂量要坚持服用 第二个就要定期的监测 你不能说我服用药物 我什么时候就吃这个量 不去检查 因为这个在不同的时期 这个基数的 我们控制的水平是不一样的 所以要遵从医嘱 比如四到六周左右 要到医院去做假减功能检查 我们来调整这个 假减性技术的一个用量 或者调整这个 抗假减性药物的用量 所以第二个是监测 第三个就是饮食方面 可能也是要注意的 就是说一般来说 没有什么很特别的 主要是点的摄入量 要适量的点的摄入 可能是比较重要的 不能度过多也不能过少 对于点的摄入 一般就是我们说假抗 这个假抗以后 可能要低点饮食 那么就让她限制点的摄入 那么到了孕妇以后 她也是限制点的摄入 我们在门诊 就经常看见 有的假抗的女性 她怀孕以后 仍然用五点盐 她说她要不怕假抗复发的 说高点 怕假中腺复发 这是一种情况 还有的就说 一般老百姓认为 我的假中腺疾病 大脖子病 以前都是加点 多吃海带 多吃紫菜 所以实际上两个极端的情况都存在 实际上我们觉得总的说 实际上适量的点的摄入 是正确的 你不能过多也不能过少 对于假抗来说 和变成任身的 假抗的这种女性来说 那么她点的摄入量 实际上我们觉得也不能少 因为在怀孕期间 我们的点的摄入量量 是比非怀孕 是要明显增加的 所以对于假抗来说 她在怀孕之前 可能是低点饮食 那么怀孕以后 她的点应该恢复到正常 甚至还要增加 那如何来判断 你的点的摄入量是多还少 一般我们要做一个 定量的检测的话 可以做个尿点的检查 我们反映你的饮食中 点的摄入量是不是合适的 那么我们可以测 乘起的一次尿的 尿的点的含量 那么这是世界卫生组织 公认的一个判断 你的点的营养状况的 一个指标 一般来说的话 在怀孕期间 我们要求她点的 尿点的排出是多少呢 一般我们要到 150到250个微克 每身都是可以的 那这个什么呢 那这个肯定是个 比较非常抽象的概念 那这种情况 我们一般 怎么给你建议呢 一般我们说 还孕了以后 你应该还是用 正常的点盐 我认为是必须的 就是还是应该 吃正常的点盐就可以 那是不是要额外的 再补充更多的点 那这时候我觉得 你在普通点盐的情况下 你可以去做一个 尿点的监测 这个医院都可以做 看看你的尿点的排出 是不是在我说的这个范围 比如150到200 甚至250个微克 每身 如果在这个范围 说明你每天点的 收入量是合适的 那你继续这样饮食 就可以 总的说 我觉得不能说 在怀孕了 你还要限制点的时候 就是说有的 甚至有5点盐 因为当你点不足的时候 那胎儿的甲酸性激素 从哪合成 因为点它是我们合成 甲酸性激素 非常重要的一个原料 当你的原料不足的时候 胎儿甲酸性会总大 甲酸性激素也会减少 5体的甲酸性激素 也是合成不足的 所以我说点是要适量 不能过多也不能过少 那么它的一个 最科学的方法是 测一个尿点的一个测底 看看你的尿点 是不是在要求的水平 在生活上需要保持一个 很好的心情 很好的状态 当然这些对所有的疾病 实际上都应该是这样 那么对于甲酸性疾病来说 我认为也更应该是这样 因为甲酸性疾病 现在认为它是一个 与遗传有关的 自身免疫系统的疾病 是自身免疫紊乱所导致的 现在很多人认为 情绪紧张焦虑 是诱发自身免疫紊乱 非常重要的一个因素 所以对于怀孕过程中 甚至不管是怀孕 还是没怀孕 这种甲酸性功能 异常的这种女性 保持一个很好的心态 不要偷过去的焦虑 避免一些精神的刺激 那么是维持它甲酸性疾病 或者LIFM功能正常的 可能也是一个 非常重要的一个方面